另一方面,针对国内第三波疫情延烧多时 确诊数字没有明显减缓 而政府却以医疗量能以及疫苗接种率作为全新的评估标准 放宽国内的经济以及社交限制 前首相拿多斯里纳吉建议政府一旦察觉新兴之火 就得当机立断实施短期而最严格的措施 阻断病毒传播 Sekiranya kes meningkat semula sehingga kadar jumlah katil di ICU melebihi 85% bagi mana-mana negeri saya cadangkan sekatan pemutus litar atau dengan izin circuit breaker atau lockdown paling ketat dan singkat selama 5 hingga 7 hari saja dengan jaminan ianya tidak akan dilanjutkan 纳吉强调漫长的封锁措施已经不合时宜 政府必须设法抑制疫情蔓延 目前全国共有7个州属的加户病床使用率超过85% 分别是雪兰娥、吉打、吉兰丹、冰城、柔佛、霹雳以及登加楼 其中吉打的情况最为严峻 加户病床使用率达到112% 另外纳吉认为政府也应该定立4个月的期限 强制所有客工接种疫苗 拒绝服从者必须遣返回国 雇主也应该受到惩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